今天突然传来消息,美国华裔科学家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电子工程系和应用物理系终身教授张首诚被曝于12月1日去世,下图为来自几家人的邮件,邮件透露张首诚是在与抑郁症斗争后,身亡。 消息传出后,与张首诚领域相关的权语一片惋惜,凯叹之声。 张首诚是2013年中国科学院来集院士,也是杨振宁的得意弟子。 张首诚曾连续多年被汤森路透预测,会得到诺贝尔奖,杨振宁则也评价他,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 2017年7月21日,张首诚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华裔科学家王康龙,上海科技大学教授侯旭峰等团队合作,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重大发现。 在整个物理学界历经80年的探索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了兽性马比拉内被女子的存在。 张首诚及其团队将起命名为天使粒子。 这一成果,被称为是诺奖级重大发现。 2013年,张首诚与他斯坦福的学生古安家博士联合创立丹华资本,亦在以斯坦福大学为核心,专注于投资美国这具颠覆性的创新科技及商业模式,连接美国的创新与中国市场。 他同时还担任丹华资本董事长。 丹华资本发生,称对张首诚的趣事,无比悲痛。 丹华资本家正常愿名。 地平线创始人于凯得到消息后在朋友圈写道,震惊。 悲痛。 曾经和张首称教授走树面之交,三年前他和太太曾在斯坦福边上一个小餐馆请我吃饭。 我们热烈地讨论AI算法和芯片。 张教授在理论物理学研究,只得非凡的成就,同时又把富兰克林作为自己的榜然而具有记事情怀。 张教授走好,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电器和计算机工程系教授,北京大学高能校计算与英务中心皆知教授谢袁在朋友圈写道。 不可思议,就差诺贝尔奖了,张首称以包揽物理界所有重量级奖项,包括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会巴克莱奖,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迪拉克奖,有理基础物理学奖科夫兰克林奖章。 张教授走好,Rip。 张首称,一个天才,没有等到诺奖,愿他天堂安息。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暗算哦,哎哟。